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普仙行愿品书超节 上次呢已经介绍到这个十大行愿的 这个第六请转法轮 那么也讲了一些还没讲完 那么经文呢是在课本的十六页 是请佛注释才对 经转法轮讲完了 请佛注释呢 还没讲完 是十六页的请佛注释第七院 十六页的最后几行这边的经文 父赐善男子言请佛注释者 所有进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差 即为陈述诸佛如来 将欲四线剥涅盘者 集诸菩萨生闻缘觉 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之事 我惜劝请末入涅槃 经于一切佛刹极为陈述节 未欲利药一切众生 如是虚空界境 众生界境 众生夜境 众生烦恼境 我此劝请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验 这就是第七大院 请佛注释 佛出尘道的时候 就要请佛转法轮 已经开始转法轮 教化众生了 就希望佛常住在世间 这样才能够利益 很多的众生 有缘的众生 都能够从佛那边 学习到佛法 解脱生死 成就佛道 所以一定要请佛注释 那么在十六月的 这个导数第七行 他就解释 即使劝请中别意 也就是说 这个请佛注释 也是从这个 请佛转法轮 从这边再开展出来的 也就是 请佛转法轮 然后继续转法轮 不要入涅槃 这就是请佛注释 那下面的话呢 就是从法上面去说 如果众生心清静 就见佛常住 如果众生心里面呢 有这一些染污 就看到佛会入涅槃 其实就佛而言呢 佛无生无面 佛无生面 随机见书 就是随众生的根基 有不同的这种视线 因此呢 心静观佛 佛则常住 才是真正的 劝请佛转法轮 劝请佛常住在世间 这个是这样的意思 那下面的话呢 又开始解释 这个经文 那么他说呢 如果有这么多的佛 如同前面的 勤转法轮一样 用的是 所有进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次 一切佛察 极为成数 他现在把他省略了 你对上上面那个 他是 极为成中 一一各有 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极为成数 广大佛刹 现在呢 直接就告诉你 极为成数 诸佛如来 其实这句话是 省略的说明 那详细的就跟前面 这个第五行的经文 是一样的 那不管哪一尊佛要 四限涅槃 将欲四限 波涅槃者 那不但是佛 是菩萨 身文 缘觉 有学 无学 一切善知识 要四限涅槃 我通通 劝请 不要入涅槃 为什么呢 希望能够的 来帮助众生 所以 这是经文的意思 那下面 十六页 最后两行 开始解释 这个涅槃 波涅槃 那个波字呢 是动词 所以呢就翻译成入灭 波涅槃那 所以你看他这边写 波涅槃那 入灭 或者是灭度 那灭度的话 再把它用中文解释 灭障度苦 那至于涅槃的那个灭呢 有四个意思 这个是我们上礼拜 就已经解释过了 是灭 得灭 应灭 里灭 其中里灭的话呢 就是从理体上去说的 所以他说呢 这个里灭 是上山灭 这本 那上礼拜要结束的时候呢 就是解释到这里 波涅槃 这里 就是这个叫做原集 为什么写个新云呢 你看他这个前面呢 十六页最后两行 古亿云 就是刚开始翻译的时候 翻译成入灭 或是灭度 后来呢 十七页这边第一行呢 他说呢 直接从防文 把他音译过来 波涅槃 那请你参考上礼拜的讲义 如果你手头上没有 那你可以去那个入门 签到那边看 还有没有圣 我刚刚刚看是有哦 那如果真的没有了 那请你看电脑这边哦 你看这个音呢 Parinivana 大概是这样的音 其实我也不太会念这个巴黎文 法文 不过从英文这样念起来 Parinivana 所以呢跟那个Parinivana 有点像 那翻成这个中文 你看旧亿是灭度 是入灭 因亿呢就是波涅槃 就是圆满诸德 极灭诸恶 所以叫做圆极 所以通常我们现在称一位大德 不管是长老啊 或者是呢 这个老和尚 入灭了 这个通通讲圆极 就是从这边来的 就是他的功德圆满啦 他的这些所有的烦恼恶业 全部极灭啦 所以叫做圆极 那课本这边呢 是再把它扩充解释 十七页的第一行 他说这个德啊 德圆满 不但是呢 种种的功德圆满 而且他这个功德呢 是骗法界 易冲法界 而且数量呢 是非常非常的多 德被成杀 这个被就是完被 成杀是形容数量很多 所以他功德呢 数量多到 可以充满整个法界 所以这样叫做圆 所以这个圆就是圆满功德 这个圆满就是充法界 数量多到呢 尽虚空变法界 然后极的话呢 这个讲义上面只是说 极灭诸恶 那课本这边呢 写得更清楚 就是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相 虚妄相 通通没有了 叫做妙诀相累 有虚妄相就是一种累赘 完全没有了 绝 绝相累 所以完全没有这种 虚妄相的累赘 所以就很妙 那这种情形就跟真入本性 是相应的 所以叫做体穷真性 他已经证得呢 一切法的真入本性 到最究竟的 体穷真性 所以虚妄通通没有了 完全跟真性完全相应 这样叫做极灭 这样叫极 所以圆极圆极 所以圆极两个字呢 一听就好像很圆满这样子 那的确呢 就是有这个意思 功德又完备 然后呢 所有的虚妄 所有的恶业 统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你看课本这边又写了 法尔无缺 从体性上来说 一点缺少都没有 一法都不缺 然后体质真常 真如常 这个常柱 完全是跟真如常柱 相应的 长得我尽相应的 他说这个叫做性进涅槃 所以这个圆极这样的解释 又叫做性进涅槃的解释 但是第二个圆极是方便进涅槃 第三个圆极叫做硬化涅槃 所以同样圆极两个字 第一行 只是从 意识上去解释 第二行开始 就是配合三种涅槃 性进涅槃 方便进涅槃 硬化涅槃 性进涅槃是从性德上面去说的 所以你看用的是法尔无缺 然后呢体质真常 完全从性德上面去说的 那如果是方便进涅槃 就是从修德 你看万德 成满 完全成就圆满了 所有的功德 全部圆满的成就 叫做圆 然后万类永极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虚妄 万类 这些烦恼虚妄 全部都都极灭了 所以是从修行完全圆满 从修德上面去讲方便进涅槃 然后硬化涅槃 就是重体启用 正得了前面这一种圆满的功德之后 就可以重体启用 所起的用可以圆满周片 化用周朴 就是周片 普片 普门 然后用而长起 虽然周片 普片 但是呢 还是跟极灭的法性 是相应的 起作用 但是没有离开法性 极灭法性 所以叫长极 所以这是从这个 性际涅槃 方便际涅槃 硬化涅槃 三种涅槃去解释 圆极 所以讲到这边呢 就请你看回上礼拜的讲义 10月26号的讲义 其实在不同的经论里面呢 把这个涅槃呢 有很多种说法 课本我们用的是三种涅槃 其实还有一个呢 叫做两种涅槃 实地经论 三无性论 他们就用两种涅槃 性际涅槃 方便际涅槃 或者是叫本有涅槃 实有涅槃 所以性际涅槃就是本有 方便际涅槃是透过修行之后 才圆满成就的 所以叫做实有 所以那个方便际你看课本的解释 就是要修行成功 所有的功德通通修圆满了 这样才叫方便际 所以才会说实有 透过修行才有的 那如果是性际是本有的 所以如果只用两种涅槃 就用这两种 性际方便际 或者是本有实有 那如果是三种涅槃 就是如同课本这样写的 那就不再重复只是这边的就引用 华严经书超 告诉你说这三种啊 就是从体向用 去讲的 性际涅槃从体上说 方便际涅槃从向上说 硬化涅槃从用去说的 所以是体向用 那另外呢 这个 维士法像这边 喜欢用四种涅槃 维士论 就是陈维士论 就说涅槃有四种 涅槃有四种 第一个就是自信亲近涅槃 第二个就是有余依涅槃 第三个叫做无余依涅槃 第四个叫做无住处涅槃 所以呢这四个呢 第一个自信亲近涅槃 就是刚刚说的 本有信近涅槃 所以这样的话呢 众生的佛性就是这个 就是众生的真如本性 所以他说真如本是亲近 课程不能染 叫做信近 从真如本性 信德上面去说的 所以众生也有 因此他才会说 初一通凡即胜 凡夫圣人都有 可是如果接下来两个 有余依涅槃 无余依涅槃 他说这个就是三圣 通通有讲 尤其是阿罗汉 通常我们讲阿罗汉 先证得有余依涅槃 再证得无余依涅槃 不过我们通常这样讲 这两个涅槃 是特别讲阿罗汉 断见思惑 断见思惑 成为事论里面 他解释这两个 就不是纯粹讲断见思惑 而是用两种杖 他说有余依涅槃 他是断烦恼杖 所以你看初烦恼杖 虽有唯细苦衣未尽 但是杖已经击灭了 什么叫做苦衣呢 就是还有这些果报 还要衣着这些果报 留在这个世间 所以这种苦的果报还在 唯细苦的果报还在 没有尽 但是呢 烦恼杖没有了 前面讲的烦恼杖 全部都没有了 这样叫做有余依涅槃 所以有余依就是呢 那个果报还在 那涅槃就是呢 烦恼杖断干净了 那如果无余依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连这些维系苦衣 通通没有了 所以呢 他这边就写了 是真如初生死苦 所以烦恼跟这些苦果 永极 不但是烦恼杖没有了 生死的苦果也都没有了 这样叫做无余依 可是这个是通三圣 等于阿罗汉辟之佛都有 那如果是第四个无助处涅槃 那就是讲的是大圣 只有大圣才有 所以只有佛 只有佛 那么这个 就是出所知障 前面只是出烦恼杖 现在是出所知障 那为什么叫做无助处呢 他不助生死 他也不助涅槃 你不助涅槃干什么呢 利药友情 而且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的限制 穷未来记 没有时间的限制 然后呢 空间也没有限制 哪里有缘 哪里就可以出现 来帮助众生 虽然帮助众生 就如同前面解释的 用额藏集 因为他也不助生死 生死的苦果 生死的这些障碍 通通障不了他 因为他不受染污 用额藏集 这样叫做 佛的无助处涅槃 所以原则上呢 涅槃分很多种 现在呢 讲义里面只是呢 大概列举这三种 两种涅槃 三种涅槃 四种涅槃 那如果你研究中论的话呢 他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真正了解 无助处涅槃 他说 生死的法性 生死世间的法性 跟涅槃的法性 是不二 你必须要真的了解 生死涅槃不二 那才叫做 无助处涅槃 才真是真正的中观 所以这个又是 另外的一个角度 去了解这个涅槃 也就是说 你对涅槃的了解 从这个角度 从中观的角度去了解 你才有可能慢慢的修行 证得最后的 无助处涅槃 实际上这个是 另外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跟 刚开始的性进涅槃 有什么不同呢 一样啊 跟自信清净涅槃 一样的 但是呢 在四种涅槃里面 我们这样对照起来看 自信清净涅槃 只是从性德上面讲 后面三个呢 是从修德上面讲 好像就会把它分开 但是如果是中观的观念 就告诉你说 你怎么看待这个 自信清净涅槃 你怎么看待 性进涅槃 不是 生死 里面就没有 性进涅槃 一定要呢 有于一涅槃 无于一涅槃 无处处涅槃 才有这种 性进涅槃 不是啊 是你 从头到尾 都要能够看出来 生死跟涅槃 性 在性上面来说 都是必尽空心 都是中到地地 你一开始有这样的理解 你才有可能 正得最后的 无处处涅槃 所以 这个中论的角度 是从这个角度去 让我们了解 那这个是十七页 回答十七页 这个是十七页呢 先解释这个涅槃 也就是说 那其实前面 这个 随喜功德那边 在十五页那边 十五页的第三行 就已经有讲到这种 包括佛初开始发心 一直修菩萨道 乃至他最后 成佛了 释现入涅槃 我们都要随喜 其实这边就有讲到 佛入涅槃 但是呢 在注解上头呢 就没有讲得这么详细 而是放在呢 这个请佛注释 这边才讲比较详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佛 为什么一定要 释现入涅槃呢 因为跟众生的根气 有关 所以只要是呢 在世间 释现成佛的佛 通通都要释现入涅槃 这时候呢 我们发菩提心的菩萨 就要请佛注释 所以特别在这边 要去讲这个入涅槃 而且一开始他就告诉你 佛入不涅槃 有没有入涅槃 就佛本身来讲 没有入灭不入灭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 众生心静 那佛则常注 那就是等于就是 请佛常注 请佛注释 所以从法上面来说 你怎么样真正让佛能够注释 就是我们真正体会到 那种性静涅槃 那就是常常能够呢 看到佛在世间 可是呢 众生的因缘 不可能每一个人 都像这些大菩萨 所以一定呢 会看到佛入涅槃 所以请看 课本十七页的第四行 最后一句话 他说 四线者 因为经文在十六页的 倒数第五行 最后一句话 将于世线波涅槃者 所以写得很清楚 佛入涅槃是世线的 所以因此十七页这边的解释 说为什么讲世线呢 接着第五行就讲 大金云做佛事 以观时总义 世波涅槃 所谓世一切行 时无常故 乃至世一切法无起 而有聚集 即善 而聚集善坏相故 到这里 大金云 华言经 华言中讲 大金 大金一定是 大方广佛华言经 所以请看 今天的参考讲义 这段话呢 就是在八十华言 的五十九卷 也就是第三十八品 离世间品 经文这边写着 如来应正等觉 做佛事以 做佛事就是教化众生 开始误入佛之之见 这样子 所以做教学的动作之后 观十种义故 四波涅槃 从十个义士 一定会四线波涅槃 哪十个义理 哪十个义士 要四线波涅槃 第一 四线一切行 实无常故 一切有为法 通通都是无常 一定要让众生了解这件事情 他就会四线波涅槃 第二 是一切有为 非安稳故 一切有法都不安稳 都有消失的时候 灭掉的时候 第三 四大涅槃是安稳处 无部位故 所以相对的一跟二 反过来 大涅槃才是安稳 无部位 第四个 以诸仁天 这些众生 要着色身 所以连佛的色身 通通都表现是无常法 现色身是无常法 令其远助 尽法身故 所以要众生 能够住在亲近的法身 不要住在这个无常的色身 不要太重视这些无常的色身 第五 是无常力不可转固 连佛都要被无常给转动 可见这个无常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扭转的 连佛都要视线 要入涅槃 第六 是一切有违 不随心住 不自在顾 只要是有违法 通通都不能够有你的心自在 不管你多会保养 就算你可以活到九十岁 一百岁 一百零几岁 所以人类 到最后还是会往生 还是会走 只是走得好走得不好 所以如果我们保养得好 只占了一个优势 什么优势 多个一二十年让你多修行 要这样想 要这样想 千万不要争取 那多出来的一二十年 结果没有多修行 反而多造业 我并不是鼓励大家 不必追求长寿 身体好 能够长寿 我们一定要随喜功德 只不过 我们不要本末导致 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这种 无常的设身的长寿 结果忽略了修行 这方面无为的功德 所以你看连佛都要视线 这个一切有为 不为心住 不自在故 第七个 视线一切三有三界 三有就是三界 都是幻化 不肩老固 第八个 视线涅槃信 就近兼劳 不可坏故 相对前面有为三界 通通都是不自在 不兼劳 只有涅槃 才是就近兼劳 不可坏 第九个 视一切法 无生无起 而有聚集 善坏相故 所以课本所引用的到这里 其实这是第九一而已 不是第十个 你这样算吗 我特别把它标出来 一二三十五六七八九 其实还有第十个 佛子 诸佛是尊 做佛是以 所愿满以 转法轮以 因化度者 皆化度以 有诸菩萨 因受尊号 成祭别以 成祭别就是受祭 祭别就是受祭 所以佛已经 教化的事情 已经教化完了 他发的愿 已经圆满了 转法轮了 已经转法轮 教学已经完了 该化度的 有缘的都化度了 包括这些大菩萨 都给他受祭了 所以 法因如是 入于不变 大波涅槃 这就是第十个 十亿里面的第十亿 佛子 是为如来 印证等绝 观十亿故 是波涅槃 所以这个 黄岩金 就从这十个角度 告诉我们 这个佛 该做的 通通做完了 他一定会 四线 入波涅槃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区 在这个世界 跟佛有缘的 应该要度的 他通通度完了 那难道 他就从此就入 像阿罗汉这样 无余衣涅槃 就不见了吗 不是 他到他方世界 在他方世界 还是有跟他有缘的 需要化度的众神 所以他就继续到他方世界 在这个世界 就四线入波涅槃 是这个意思 所以 释迦牟尼佛 好像在地球上 人世间 入灭了 实际上他在别的地方 又四线成佛 好 回到课本 接着他又开始解释 我惜劝请 也就是二四六 第六行中间 我惜劝请等者 也就是在讲经文 十六页倒数第四行 最后一句 我惜劝请没入涅槃 那么他怎么解释这段话呢 回到十七页 他说如涅槃经说 他引用涅槃经里面 大觉世尊将遇涅槃 出大阴声骗告一切 说他要入涅槃了 众神闻以心大忧愁 道如来所投面礼敬 说祭劝请 互以种种辟欲 愿殷勤劝请 佛意安慰 而为说法 是也 到这里 是引用涅槃经里面的大义 并不是涅槃经 很短的就这样而已 大概意思是这样 所以请参考讲义 这段会在涅槃经的哪里呢 在第一篇 第一卷到第三卷的中间 总共占了两卷半 大致上呢 就是下面的这段的意思 佛在居师那城 这个城叫做居师那城 然后呢 阿利罗巴提河 那个河边 那个河叫做阿利罗巴提 河边有一个梭罗双树间 双树就是两棵两棵 通通这样两棵两棵这样子 然后2月15日 临涅槃时宣告大众 我要入涅槃了 你们还有什么疑问 赶快来问 今可来问 否则我要入涅槃了 那时众生悲体豪哭 声闻菩萨示众 天龙八部人非人等 都来集会 奉请供养 但是佛都示现呢 要入涅槃了 还接受什么供养啊 吃不下了 但是呢 很特别的 有一个优菩萨 有一个优菩萨 优菩萨 优菩萨 最后的弟子 就是优菩 他只接受这个 优菩萨的供养 并未说 施食的果报 然后呢 这个优菩呢 就请佛注释 就是像我们这边 请佛注释 然后佛未说法 并令他呢 再去办供养 然后大众呢 又爱请注释 佛也给予安慰 高诸比丘 你们从此呢 应该好好的 遵照我的遗教后 受死大声 致他安住解脱 法身般若 谢多德 法身德般若德 然后又未宣说 无常苦空无我 了知常乐我尽 要离世颠倒 然后又未加设菩萨 说佛身常受的 菩萨阴行 以平等心 释出众生 如来常住不便宜 释出世间的种种差别 涅槃法性 佛法身三皈依等等 还内容还蛮多的 所以这个是佛释现涅槃 还开释蛮多的 所以才总共占了两卷半 那各位有空 稍微给他翻一下 也蛮精彩的 所以这个课本这边 就是引用这一段 就告诉你说 像这个约伯社 纯佛也是请佛 不要入涅槃 请佛注释等等 佛还是要视线入涅槃 好 回到课本 那么这个开始要解释 声闻原觉段或正如这一段 讲的是什么呢 你再看回来十六页的经文 十六页当属第四行的经文 不但是佛入涅槃 我要劝请不要入涅槃 菩萨声闻原觉 有学无学 乃至一切诸善之事 都劝请他们不要入涅槃 因此十七页这边的解释是说 佛有功德 当然要不要 要请他注释 不要入涅槃 菩萨也有大功德 也要请他注释 不要入涅槃 那为什么声闻原觉 也要请他注释 不要入涅槃 乃至阿罗汉披之佛 往下的这一些 有学无学 善之事 善之事不尽然有成就阿罗汉 没有成就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为什么也要请他们注释 不要入涅槃 所以十七页要解释 就是这个意思 佛菩萨不要入涅槃 我们请他注释 当然的 声闻原觉 为什么呢 所以十七页这边就解释 声闻原觉 他起码也是断祸 正如 断祸呢 断间是祸 正如的话呢 就是做正的真如 义务功高 也能够帮助众生 他的功德也算是很高啊 所以也还是一定要劝请他注释 那至于善之事呢 为什么也要请他注释呢 所以他就引用涅槃经里面讲 什么叫善之事 总共有这几种都叫善之事 佛是善之事 批之佛 声闻是善之事 人中信方等 方等就是大圣 也是善之事 所以这些善之事 如大传师善度人故 故须劝情也 就用一句话带过去 讲重点而已 这些善之事就好像呢 以前因为呢 没有很明确的 没有那些罗盘啊 或者是像这样 像卫星导航 所以一定要靠那个船师呢 过来人 他知道怎么领航 所以才不会走错路 说到这个 这个在港口 做那一种领航的 那也很重要 你就算你 你很厉害的船长 你到了一个港 要怎么样才能够 刚好切进去 怎么样入这个港 那也是要有这个 这个港口的人 派出这个领航师 指导这一些船 怎么样停进去呢 这种领航师薪水很高 听说一个月都是 几十万算的 详细的我不知道多少 但是我印象中呢 我以前看过这个报道 几十万 一个月几十万 只是把一条一条的轮船 领进来这样而已 不过他有执照的 你要考到这个 要相乱执照 所以就举这个例子 告诉你 善知识也像这样子 你才不会走错路 这段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不但是呢 是佛菩萨要劝请 声闻阿罗汉 辟知佛 原觉辟知佛 他们也是有段烦恼 功德也很高 当然要劝请 善知识 人中信大身的善事 也要劝请 所以底下呢 就来解释这一段 请你看到参考讲义第一页 什么叫善知识 我们讲过很多次 现在呢 根据华言经的经文 让大家更明确的了解 你要亲近善知识 在华言经里面告诉你 善知识是哪方面叫做善知识 尤其是你学的是菩萨道 看华言经这边写得很清楚 菩萨摩赫萨 有十种善知识 也就是说 菩萨摩赫萨要跟着十种善知识学习 那十种是他的老师善知识呢 所谓令住菩提心的善知识 让你能够发菩提心之外 还要能够安住菩提心 第二 能够让你生起善根的 那就是善知识 第三 另行诸菩萨密 能够帮助你了解 如何修六度十度的 那个就是你的善知识 诸菩萨密就是六度十度 另解说一切法善知识 也就是说 他能够让你了解一切法 不管世间法 初世间法 法性法相 所有的一切法 他都让你了解 他就是你要学习的善知识 第五个 成熟一切众生的善知识 能够帮助你 你怎么样去度众生 让众生的善根能够成熟 这叫做令成熟一切众生 教你如何度众生 帮众生的善根能够帮他成熟 第六个 令得决定辩才 决定辩才不是教你如何辩论 而是让你得到真正的智慧 四种辩才代表四种智慧 第六个 让你能够不着一切事间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那第八个 令于一切节修行无厌倦 三知识 在你修行当中 度众生行不上当中 你怎么样能够生起无厌倦 你说为什么会厌倦 你问这个问题代表你根气很深厚 怎么会不厌倦 哎呀 对不对 我们世间五一六成 因为无始节来这个习惯享受的 对这种五一六成都不会厌倦 但是修行不怎么熟 所以稍微修一下就觉得 还是要休息一下 不能太用功 所以这个自己修行都会常常升起 要三十休息一下 更何况是度众生 你面对那一些 那一些看起来就很讨厌的众生 你怎么会不厌倦呢 所以你会问说 怎么修行会厌倦 代表你善根深厚 所以我们学不上道的 真的要跟着这种大善之士 看看奇怪进宫老和尚 年龄这么大了 现在身体不像以前那么好 他怎么还愿意到处跑呢 人家请他去德国 他也去 请他去化国 他也去 那些想一想 真的是赞叹 如果像我们呢 都已经到那个岁数了 然后身体不怎么好 一定会说 哎呀 你们自己搞就好了 我都已经躲几岁了 我要去跟你们这样子 你们自己就好了 这个这个 播放 播放那个网系网路 我录影的东西 给你们播就好了 老人家真的非常的慈悲 你看前阵子 那个消息一出来 又去德国 才会来 真的是 所以 无怨卷 凭什么他可以这样 那种悲心 那种菩提心 所以怎么样能够坚固 那个菩提心 也值得我们学习 第九个 令安住 普贤行 那怎么叫令安住 你连普贤十大行愿 是什么东西 怎么学习都不了解 你怎么安住 所以要先学习 学习了 知道怎么行了 才有可能接着是安住 但是呢 你看他的主持是什么 菩萨摩赫萨 这种大菩萨 法身大事 才叫做菩萨摩赫萨 他都还要跟着善知识学习 所以因此 第九个 就是这种高位阶的菩萨摩赫萨 才能够让这一些呢 这个出发心的菩萨摩赫萨 能够安住普贤行 那是第十个 是佛啊 另入一切佛制 所入的善知识 那也就是只有佛 才能够帮助这些菩萨摩赫萨 能够入一切佛制 所以这个就是呢 在大菩萨的范围内 的境界里面 还是需要学习着 跟着这善知识学习 那我们只是根据这样的经文 知道说 我们怎么样追求善知识 有这几个标准 如果这几个里面呢 是有这样子的标准的 值得我们跟他学习的善知识 那你就认识了 好 那么下面 就是课本用的 现在把本来的别形书操的用字 再把它完整的写出来 让大家呢 更了解多一点 他这边讲这个问答 诸佛菩萨 利物为心 注释亦多 所以当然要劝情 身闻原觉 不能利他 他只是自求涅槃 为什么也连他们也要劝情 注释 不要入涅槃 他的回答 这些阿罗汉 批之佛 真正自己断烦恼 证得身空 虽然没有证得法空 但是起码证得人我空 证身空 如注持佛法 利益弥广 他们能够住在这个世间 代表世间有三宝 佛法注释 所以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 他就举例说明 身闻利益众生的 他就举好几个例子 空生 虚普提 尊者 究子 摄利弗 尊者 这些大智慧的阿罗汉 虚普提 摄利弗 处处请问大圣 所以我们从金刚经 波尔经里面看到 都是摄利弗 虚普提 请出来的 说出来的 波尔经典 再来 师圣满池 满池就是 妇罗纳弥多罗尼子 妇罗纳尊者 那师圣是谁呢 请你翻过来第二页 参考讲义第二页 这一段要结束 那个比较小字 原来就是 摩荷迦尊者 师圣就是 摩荷迦尊者 好 再还回来 师圣摩荷迦尊者 跟富罗纳尊者 所在 姬阳庙里 也就是说 他们都能够问答 问答 跟众生 跟外道 互相辩论 所以 都能够 让我们了解 这种佛法 跟外道的差别 再来 隐光 及庆喜 隐光是谁 加塞尊者 庆喜是谁 阿难尊者 所以 加塞尊者 跟阿难尊者 他们的功德 是什么 你看 结集 三藏经典 整个三藏经典 是他们 结集下来的 那 兵陀卢 大家就很熟了 7月15 云南盆节 摘身法会 一定设他一个牌位 因为他被 这个 释迦牟尼佛 交代 你这么爱 献神通 就留你在人世间 接受人家的供养 来利益众生 所以每一次 摘身大会 都有一个 位置 在餐桌上面 都留一个 兵陀卢 尊者的位置 让他能够 利益众生 所以应征住持 住在这个世间 能够利益众生 就是 举这几方面 有这样殊胜的 利益众生 当然要请 这些阿罗汉注释 再来 圆绝利物 就是辟之佛 辟之佛出现在 没有佛法的时候 初无佛事 所以他 通常都是用神通 来摄受众生 大家才会信他 所以能够 供养到辟之佛的 常常的 那个福报之大 现身就赶果 或者是 不单是 这一生赶果 接下来 生生世世 九十一节 我们读过很多 供养了一个 辟之佛 从此以后 九十一节 通通 常寿 通通都有财宝 所以 看 现世他生 祸果无尽 他就举一个例子 善助天子 你说善助天子是谁 翻过来第二页 道立天的一个天人 普通的道立天的天人 他不是天王 所以 他呢 根据佛顶尊圣 陀螺尼基里面写 善助天子 跟这些 诸大天人 天女 在天界那边玩玩玩 圆观 游乐 当天晚上 有一天晚上 空中有生 突然出现一个声音 跟善助天子讲 你的时间只剩七天 七天以后一定死 而且你死了以后 从天上死了以后 你要到人间 炎福体 受身为畜生 还七次 出身要七次 之后呢 再从畜生 掉到地狱去受苦 这个善助天子 一听 大感进步 怎么办 怎么办 只好去寝视天王 道立天王 第四天 道立天王 虽然天王啊 对这种生死大问题 他也没责啊 他说 这样子啦 你准备 花曼 天衣等广大供养 你准备好 那我也准备 我带你去 问释迦牟尼佛 向释迦牟尼佛求救 当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哪里 其缘金色 就是其数几孤独缘 阿弥陀金那个 所以呢 这个道立天王 就带着善助天子 来到佛这边 所以佛就为 善助天子 专门说这一部 佛顶尊圣托洞尼 让这个善助天子 你就送这个咒 严寿转难 所以详细的故事 你去看这个 佛顶尊圣托洞尼 好所以回到第一页 最后两行 这个善助天子 我们刚讲是他的寿命进来 要从天人往下掉 那他过去为什么可以到道立天去 他说他曾经供养辟之佛 所以升到道立天公 所以你看 因为供养批之佛 就升天 那个福报之大 赶空生来报 由失得免 七凡 二道之生 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佛顶尊圣托洛尼金讲的 又金色王 人间的一个国王 他的国家碰到十二年的大汉 国人庆敬良除 所有的食物都吃光了 那因为供养圆绝一餐 就是这个国王 就供养圆绝 佛顶尊一餐 所以献世满舒常之愿 这个呢 请你看那个 第二页中间那个小字 原来这个金色王 是释迦牟尼佛 过去在修菩萨道的时候 在人间做国王 那时候你看 他的福报也没有很大 所以国家有十二年的灾汉 汉灾 十二年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们台湾十二年 全省东东都灾汉 看怎么办 不过现在的技术可能好一点 可以有很多的 这个科学上面的解决办法 但是呢 不要说是技术好 天不下雨 我们 我们悔萃水库算是水最多的 也曾经开始紧张 石门水库啦 中部南部 前几年常常都要陷水 派飞机下去下雨 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 暂时解决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真的 真的那个十二年都没有下雨 你想想看 怎么解决啊 我看也很难 所以他这边就写了 仅存一时 但是他竟然可以供养到辟资佛 这故事我就没有去查 在那个金色王金 想说大概就是运气很好 运气很好 应该是福报很好才对 所以能够供养到辟资佛 一供养到辟资佛 天马上下雨 欲饮食重宝 那这好够有珍宝 然后呢 严福提就解决了 所以这一些阿罗汉辟资佛 他举这些例子说 真的能够帮助众生 回到这个讲义的第二页第一行 皆能利物 益尽有一身 都可以利益众生 功德由多 所以一定要劝请 接下来 善知识 他说二圣圣者 这刚讲了 圣文言诀 断获正如 义无功高 故去劝请 善知识讲的是什么人 有什么功德 也要我们去劝请他 原来课本这边写的 是涅槃经的高贵德王品 这品里面有说善知识 是菩萨佛 辟资佛 声闻 人中信方等 方等就是大圣 大圣佛法 下面呢 又把善知识的像 又讲一遍 这边没有像华言经 讲那么高了 我们就要怎么样去选择 善知识 这也是个标准 善知识者 能教众生 远离时恶 修行时善 能教众生 怎么样离时恶 行时善 就是善知识 第二个 能够如法而说 如说而行 他怎么教人家 他自己也这样做 而且说的是如理如法 所以他教人家远时恶 他自己也能够远时恶 教人家行时善 他自己也能够行时善 然后乃至呢 自己发菩提心 自行菩提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也能够帮助众生 怎么样认识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这个就是善知识 另外 自行诗戒 文会 布施词戒 然后呢 这些文师修三会等等 也能够帮助众生 去了解如何修布施词戒 这就是善知识 再来 不求自乐 常为众生 不松他短 常说善事 松呢 好像是 好像是 去法院诉讼 讲白一点 不要讲那么复杂 就是不说人家的坏话 不说人家的坏话 不见他人过 我们读六主谈经讲的 真正修道人 不见他人过 常说善事 就是呢 随喜赞叹 称扬 人家的功德 随喜功德 称扬赞叹 善知识 所以课本呢 这篇都没有写 只有引诱到后面这句 如大传师 善度人故 诸佛菩萨 那义父如是度尽众生 出生是海 就叫做善知识 所以就像涅槃经 所引用的这一段 所以这些善知识 怎么不劝请他注释呢 当然要劝请他注释啊 所以这个就是 一方面我们了解说 为什么一定要劝请善知识注释 二方面认识善知识的标准 要详细解释这段的原因在这里 好 回到课本 十七页的第十行 你们慢慢数 第十行 就是他写的 诸佛如来 法尔常现 无尽生云 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佛 法尔 就是法尔如是 他常常都能够现无尽的生云 骗说骗意啊 普遍的去教学 普遍的利益众生 有需要我们去劝请吗 也就是说 佛本注释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要劝请吗 故今劝请者 所以我们现在讲 劝请诸佛 是一至离世 常做佛观 心清自明 极常见佛 佛就不成涅槃 这才是真正的 如理如法的 请佛注释 如果起心动念 起了这些烦恼心 撇而起心 妄想 烦恼 撇而就是一刹那 一眨眼之间 没有保持前面的那一种 这种亲近心 起了妄心 成劳相续 观至间断 佛就不见了 这叫做佛灭度了 所以 他是从这个角度 去讲 为什么要请佛注释 就是请自己的心佛 自信佛 他的意思是这样 简单的看是这样 但是详细的呢 其实 别形书上 没有写这么简单 请你看到 参考讲义第二页 你说课本写 这样简单 简简单单的 你为什么老师 都要把 别形书上 这么难的 这么多的 给我们看 如果不多看一点 请问你自己会去看吗 如果我不在台上这样讲 虽然讲了 大概呢 我同学跟我反应说 你每次都讲那么深 讲那么多 讲那么深 同学有的呢 都听不懂 都 怎样怎样 我说 不是所有的人 都在那边度估 好不好 还是有很多同学呢 都很认真的在看 在听 所以呢 只要我们有这一个机会 这一些主师大德的注解 看过 起码就有个种子 如果我不把它引用出来 不晓得何年何月 你们才会发心 去把整个别形书上 普现行为便宜 顺杀 这样读 读到完 因为这边呢 你看 我所引用的 都已经到三百五十几页了 你们如果能够 把别形书上 这样从前面读 读到三百五十几页 代表你已经很了不起 起码你很发心 愿意把它 想要把它整本读完 因为真的有它的难度 所以呢 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有这个机缘 也看一下 里面别形书超 忠密大师是怎么去注解 行愿品的 所以呢 听懂十分里面 你听懂一分也好 那如果你能够全部懂 那更好 那个 那个就是 那我就随习你的功德 好 别形书超这边 凡尔长线 他问说 诸佛如来 法尔长线 无尽声音 骗说骗意 这个就是课本用的 为什么还要再讲 请佛注释呢 他回答 佛出世 或者是佛波涅槃 相对来讲 相对变则 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个 约十亿 第二个 约对积 约十亿 我把它简单的 把它整理出来 原教里面的三地 真地 俗地 第一地 去讲到 佛出现世间 跟佛涅槃 从真 俗中 三地 去讲 从真地去说 就像华言经里面的寄送 如来不出世 如来也没有涅槃 没有出世 没有涅槃可言 没有出世 没有涅槃可得 这是从空性 真地去讲的 因为 真地 原起 即空 是空性 一切法 必尽空 所以非出世 非波涅槃 无所谓的 如来出现世间 或是波涅槃 这是从真地 去说的 如果从俗地 去说 那就是原起 华言中讲的是 法界原起 法界原起 就是一级一切 任何一个原起 都可以 即是法界 所以 念念 处处 而出现在世间 也可以说 念念处处 就是入波涅槃 任何一法 都可以是 出现世间 也同时是入涅槃 出现品 这个 《华言经》出现品里面 《陈正觉章》里面这么讲 佛子 因之自信 念念常有 佛成正觉 何以故 诸佛如来 不离此心 成正觉 故 如自心 一些众生心 亦乎如实 稀有如来 成等正觉 这段我们上礼拜 就引用过 也稍微解释过 所以从这篇去讲 菩萨 在自心 心心念念里面 就有佛成正觉 就有佛成正觉 而且这个菩萨代表的是 众生心 一切众生心中 也常常心心念念 有佛成正觉 另外一段经文 得一切自大悲相续 救度众生 所以是念念出现也 你说 你可不可以讲稍微白话一点 这不断的意思 像我们刚刚 要上课的时候 每个月的第一周 我们都会念佛 当你念佛的时候 虽然我们 不尽然那么的专心 或者是会有妄念 或者是呢 我们一方面念佛 一方面又在那边 度孤爱捆 但是呢 都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 要尽量的 能够保持觉醒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念念都能够保持正念 不要有妄念 当你心心念念 保持你自己的觉醒 就是心心念念佛出现 念念出现 讲的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佛的法身 就在你念念觉醒当中 就在你的念佛心中出现 这样看 再来 当之无有少许处 空无佛身 为什么 如来成正觉 无处不自顾 大家不是都知道 法身骗一切处吗 既然骗一切处 就如同这边的经文写的 没有少许的地方 是空无佛身的 因为 如来成佛以后 法身 无处不自顾 所以这是处处出现 刚刚讲的是 众生心中念念出现 这边讲 法身骗一切处处处出现 所以念念处处都出现佛的身 那入面呢 他说 极上骗一切处出现 这佛身 曰 随向 有为 异边 从向上说 从有为法来说 念念 极生 极灭 有生 一定有灭 四向同时 就是 生住异面 我们的有为法 一定是 生住异面 一下子就过去了 所以有生一定有灭 用有生有灭来代表 就是四向同时 所以 生即灭 就是念念处处 就入念盘了 所以这个是从 俗地 缘起的角度 去讲 念念处处出现 念念处处 入念盘 有生有灭 有缘起 俗地 第一地呢 曰 法界实体 常住世 常涅槃 所以用个常 就是 法尔如世 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 急而常照 从常照这边 去讲住世 照而常急 法性本来 急灭这个角度 去讲 涅槃 同时又能够 常照 同时常照的 当下 又是 没有离开 极灭的法性 就是中 道 第一地 的 这个 涅槃 跟初世 初世跟涅槃 通通通 没有离开 中 道 第一地 所以是从 真俗 中 三地 去讲 佛 初世跟佛 涅槃 可以这样 讲法 对 机来说 从众生 这边 众生 有机缘 感得 佛 出现在 世间 所以佛才会用佛的身份 在菩提树下 成佛 你说那如果没有这个机缘呢 那佛就用菩萨身份 或者是用生文原觉身份 乃至呢 没有生文原觉 没有出家三宝的这种机缘 那就用天王 用人王 用六道众生的身份 就如同浦门品里面讲的 因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 而未说法 所以要感得有佛出现在世间 也是要众生有机缘 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既然 有这个机缘 机缘近了 佛就要四线入涅槃 双灵树间 不涅槃 所以大金云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华言经 佛子诸佛如来 为令众生 生心要故 出现于世 欲令众生 生涅目故 四线涅槃 出现平 一样华言经 里面的涅槃章 如来常住 清净法界 随众生心 四线涅槃 四线的 佛子 譬如日出 普照世间 于一切 尽水气中 隐无不限 清净的 可以装水的器皿当中 都可以出现日的影子 隐无不限 所以佛出现在世间 也是这样 普遍重处 而无来往 但是如果那个气破掉了 装水的那个杯子破掉了 那那个杯子里面 那个水里面的日影 就不见了 一气破 便不现影 所以就代表众生的机缘 没有了 众生的心不清净了 佛就不见了 所以 余如意云合 鼻影不限 是日太阳的过失吗 答言 答言 不是啦 但有气坏 非日有救 佛子 如来 自日 亦乎如是 普现法界 无前无后 一切众生 尽心气中 佛无不限 所以 如果 心气常进 常见佛生 如果心着气破 则不得见 前面讲的只是气破掉 现在就多加一个条件 气虽然没破 心着 心不清净 有烦恼 有邪知邪见 所以 佛子 若有众生 因以涅槃而得度者 如来 则为 四线涅槃 刚刚那是说 如果众生的心清净 就佛出现 但是呢 另外一种众生 是需要用涅槃相来度 所以 如来也会 四线涅槃 来度这样的众生 但实际上来说 佛本身 无生 无末 无有灭度 这是经文 注解 你们就写到 法身无相 无气而不形 甚至无心 无感而不应 无什么而不什么 就是 有什么就可以什么 所以 无 无气而不形 就是 有气 就能够出现 法身的相 一样的 甚至无心 无感而不应 有感必应 这两句话是这样看 你说那为什么不直接写 要倒过来写 反显 反过来 遭显 既然无感而不应 所以 我们现在会觉得不应 是我们没有真正感佛的心 你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念这一段 念这么多遍 强调这多遍 要让大家了解 我们平常念佛 虽然我们没有念到一心不乱 没有念到得念佛三昧 但你了解了这个道理 你这个道理 根深蒂固的完全 放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完全接受这种道理的话 你任何时候 你在家里也好 在路上念佛也好 你想到说 我念佛就能够跟佛感应 我只要齐心念佛 佛一定必然跟我感应 你要有这个信心建立 你随时念佛 随时就有这个信心 你随时念佛 随时在培养这个信心 请问 你灵中会不往生吗 现在很多人念佛都是说 我们念整天 念整天 阿弥陀佛都没来 我就都没看到 你念一整天 你每天规定自己一个功课 要念到一万生 两万生 三万生 可是你都说 阿弥陀佛到底有听到吗 在你的内心里面 你都觉得佛都没有跟你感应 你都抱着这个疑惑心 疑心 你都没有生起这个信心 佛哪里也没责 佛来了 奇怪我就来 都跟阿公我没来 我明明就到了 是你自己有问题 你没有看到我 你就说我没来 对不对 那没办法 只好等啊 等到你真的时间快到了时候 业障比较消失的时候 你真的很急迫 一定要见到我的时候 你就见到了 平常我就来了 你就不愿意见我 我什么办法呢 这是我把他白话解释 替佛讲话 那如果你建立了这个信心 我只要起心念佛 佛一定有印 只是我业障身重 我看不到佛 但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 佛必然有印 为什么 佛已经证得 无处不至的法身 佛的智慧 无所不至 佛的智慧是无障碍 法界无障碍制 众生起心动念 佛都可以知道 而且他发了愿 你发愿要求往生 你念佛 我必然要合乎我自己的愿 他怎么会不来呢 所以你一定要信佛 信佛的智慧 信佛的愿 信佛的法身 骗你接触 所以四年下来 还不到四年 快要结束了 四年下来 如果你建立了这样的信心 这四年就没白来 只要建立这个信心就好 你四年就没白来 就算你每天 每次来上课都度估 那也无所谓 你真的建立这个信心了 这信你的度估 有意义 起码都听懂了 也真的认识这个 只是有时候想得起来 有时候想不起来 所以这一段就是要 告诉你这件事情 文字上都很文言 而且这种话 我们也看过了很多 但是怎么样应用到 我们念佛里面来 就是这一段的意思 我们把它念完 持戒 没有 念到圣之无心 无感不应 像非我有 自比气之亏盈 心非我身 其普现之前后 那个气里面的像 不是我本来就有 也不是佛有 有没有像 完全看你那个气 有没有完整 有没有清净 所以心非我身 所以身心 感佛的心 是谁 不是佛 是众生 众生要有身心 感佛 佛就自然有印 所以普现之前后 是前面没有心 后面有心 有心就现 前面没有心就不现 所以跟佛 没有关系 责任不在佛 他讲的意思是这个 所以持戒气魄 定水无衣 菩提气魄 治水凝止 无信 清诸 没有信心 这种清诸 所以心水浑浊 怎么去见佛呢 当之未曾有世间 而佛不现 没有那个世间 佛不现的 所以 现跟不现 在于有志与无志 非佛行常 而有出没 有智慧 你就看到佛出现了 没有智慧 佛好像躲起来了 佛没有出现 没有躲起来 但常照一真法界 我们如果能够 有这种智慧 常照一真法界 则一切诸佛 常现在前 故知 请佛 你要请佛注视 就是要 把自己的心 净化下来 当尽其心 所以就如同 《维摩经》里面讲的 欲得尽土 当尽其心 又说 心尽则佛土尽 所以 整段要讲的 就是这个意思 心尽则佛土尽 请佛注视 唯有心轻尽 所以课本这边写的 一致离世 经劝轻者 要一致离世 不要用第六意识 分别意识去 要用智慧 做佛观 你说要观想念佛 慈明念佛 也等于是 做佛观 似心做佛 似心是佛 这个道理听懂了 慈明念佛 也是常做佛观 所以 心轻自明 其常见佛 不成年版 第一堂课先到这里 那么一等于 这个 请佛注视就到这里 我们下堂课 就接着讲第八愿 常随佛学 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 请看到课本十七页 这个第八 第八 常随佛学 十大行愿的第八 常随佛学 经文先念一遍 护次善男子 言常随佛学者 如此 说婆世界 毗如这那如来 从出发心 今进不退 以不可说不可说 生命而为不失 剥皮为子 膝骨为笔 赤血为墨 书写经典 姬如须迷 为重罚故 不惜生命 何况 王位 成义 聚落 宫殿 圆灵 一切所有 急于种种 难行 苦行 乃至 树下 成大菩提 是种种神通 起种种变化 献种种佛身 处种种 众会 或处一切 诸大菩萨 众会 道场 或处 声闻及辟师佛 众会 道场 或处 转轮圣王 小王 眷属 众会 道场 或处 刹利及婆罗门 长者 居士 众会 道场 乃至 或处 天龙 八部 人非 人等 众会 道场 处一如是 种种 众会 以圆满 阴 如大雷阵 随其要欲 成所众生 乃至 视线 入于涅槃 如是一切 我皆随学 如今 世尊 毗如 遮那 如是 进法 皆虚空 皆 十方三 是一切 佛刹 所有 成中 一切如来 皆 亦如是 于念念中 我皆随学 如是 虚空 皆 尽众生 皆 尽众生 业 尽众生 返恼 尽 我此随学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艳 好 所以这个是经文 那看回来 十七页的解释 第一句话 他的解释呢 说这个 常随佛学 亦同等 一切佛 回向 第一句话 就看不懂了 那么 等 等一切 佛 回向 是这样 来看 等一切 佛 当随佛学 意识上 就同 等一切 佛回向 也是一种 自立行 那么 为托佛行事 以为所缘 引得心智 随而学之 以观智 荣己身心 令藏在此境 物质身心定相 自令在 奸贪 称慧 六成 五欲 颠倒 若将佛苦行尽 常为心官 则欲诸苦事 乃称本愿 而无愿脑 欲诸乐事 自无担然 以非常识 心官所愿 智者善思 免瞻而学 他这里 是解释 有他相当的文言 所以 我们不 马上去解释这个 而是 先看 参考讲义 等于在别型书 跟 别型书草里面 华安经书 跟别型书草里面 有比较多的文字 先做铺梗 那 这个书草节 就直接 讲重点而已 所以 晚晚一下子 看不懂 请看第三页 参考讲义 第三页的中间 新院品书 他说 这个第八 藏随佛学 此下三段 都是回向 第八 第九 第十 藏随佛学 恒顺众生 普皆回向 其实都算是回向 那 只有第十个 很明显的是 普皆回向 写得很清楚 但是呢 藏随佛学 恒顺众生 其实也是 回向中的别意 他说 前二 就是八跟九 也算是一种回向 那么 你说 那这个 怎么说呢 你看 你跳两行 下面 别心疏操 第八 藏随佛学 其实是回向 菩提 回因 向果 第九 恒顺众生 是回向 众生 是回至向 他 那 第十 才是呢 全部的三种 回向 通通算进来 所以 总该三处 你说 那另外一个呢 回至向 理 第八 回向 菩提 刚说了 回因 向 果 第九 回向 众生 是回 至向 他 然后第三种 回向 就是回 事向 理 事跟理 至跟他 因 跟果 所以 所以这是三种 回向 所以他说 第十个 回向 是 总该三种 回向 都有 所以 因此呢 第八个 藏随佛学 属于 智利 因为你是 要修音 希望成佛 回音 向果 无上 菩提 所以属于智利 如果第九 恒顺众生 是回 智向 他 所以属于 利他 所以这个课本 为什么 我们课本 为什么写 意智利 行 就从这边来的 三种 回向 里面 他算是 属于智利 比较多 恒顺众生 是属于 利他 这样子 好 再跳回去 参考讲 意义 行愿品书的 第二行 最后一句 故 下 季中 第七 行 进 变标 回向 完全看不懂 对不对 下面的 祭送 第七 行 就是那个 请佛注释 解释完 就标回向 所以你看回 课本 二十八页 二十八页 课本 这边 这边 写得很清楚 一开始是 庚三 重颂 广修 供养 然后呢 再来 你专门看 课判 庚四 重颂 颤除 业障 庚五 重颂 随起 功德 庚六 重颂 勤转 法轮 庚七 重颂 请佛 注释 所以 这个 请佛注释 是第七 接着呢 根八 你看 就开始 讲 回向 你看 第二十八页 最后一行的经文 所有礼战 供养佛 请佛 顺世 传法轮 随喜 忏悔 诸 善根 回向 众生 及 佛道 等于 第七行愿 请佛注释 讲完 接着就 讲 回向 为什么 因为就是 第八 第九 第十 都是属于 回向 行愿品 书 他要讲的 就是这个意思 第八 第九 第十 都属于 回向 所以 祭宋 就看得很明显 讲完 第七 请佛注释 接着呢 祭宋 就直接讲 通通回向 没有像 前面的 长寒文 还分成 第八 第九 第十 这样三个 就是 这三个 都属于回向 再回 看回 参考讲义 行愿品书 就是这个意思 祭宋 里面 第七 行愿 讲完 变标 回向 为什么 欲收 此 二 属 回向 把第八 跟第九 都收 收回 收回来 都是属于回向 若别说者 如果分开说 即是所修 恶立 行体 刚说了 常随 佛学 是自立 行 恒顺 众生 是立 他 行 所以自立 立 他的本体 就是 常随 佛学 恒顺 众生 最后一句 意是别说 所回 善 根 所以 别行书 他就解释 这句话 什么叫做 别说 所为善根 也说 第十门 将此 恶立 功德 自立 立他的功德 还有 所修 一切福 通通 回向 这三处 回至 向他 这个 他就是众生 回因 向果 这个果 就是 无上菩提 所以为什么 常随 佛学 跟佛学 无上菩提 然后 三种 回向 里面的 最后 回四 向 理 所以八 跟九 就是 所回向 的善根 把这些善根 拿来 回向 你修 第八 是由 第九 第八 常随 佛学 第九 恒顺 众生 有这样的功德 就拿来 回向 所以叫做 八 跟九 是 所回的 善根 所以这个就是课本 他只用这样一句话 一致力行 就带过去 我们也看不懂 所以 他的书抄 是写这么详细的 所以 底下我们就 引用两位大师 对这种 常随 佛学 的一个开示 首先 静光老儿上的开示 你看 这个在 普现心悦评 里面 后三院 合起来讲 都是回向 无量寿经 我们才读过 清修 坚实 第四十六 里面 如来所行 亦因随行 所以随行如来 就是常随佛学 普现实大院的 常随佛学 所以他说 学佛 一定要找一个榜样 来学习 最好的榜样 当然就是佛 我们跟佛学 以佛做榜样 来塑造自己 佛是用什么心 用什么态度 处是待人接物 我们就学他 他发愿 我们也这样子来发愿 他行菩萨道 我们也约 他这样的行菩萨道 那无量寿经 当然就是 一切诸佛当中 阿弥陀佛 又是最殊胜的榜样 我们本师 释迦牟尼佛 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所以我们 就决定 依照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的 就跟阿弥陀佛学 那如何学阿弥陀佛呢 就义无量寿经的 教训来修学 就在这一部经上 就能够了解 阿弥陀佛是如何存心 怎么样发愿 怎么样修行 通通都在这一部经上面 只要我们自己的 发心 发愿 解形 心愿 解形 完全跟阿弥陀佛一样 就学到手了 学到家了 学其他宗派 经论很多不容易学 要很长时间 学阿弥陀佛 就这一部就过了 那我们自己学的 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像《华严经》 普贤布萨师 介绍我们学 毗路遮那佛 所以 能懂这个意思吗 诸位要牢牢记住 学佛是接受 佛陀的教育 接着呢 又开始讲 什么叫本师 第一要紧 是不忘本 普贤菩萨 是毗路遮那佛的学生 所以介绍我们 跟他的老师 毗路遮那佛学 毗路遮那佛是报身佛 释迦摩尼佛是印化身佛 是毗路遮那佛印化的 所以跟着释迦摩尼佛 本师释迦摩尼佛学 其实就是跟着 毗路遮那佛学 一样的 然后我们以阿弥陀佛为老师 能如说修行 这一生决定往生成佛 释迦摩尼佛 毗路遮那佛 释放一切诸佛如来 怎么会不欢喜 参叹难 所以 学阿弥陀佛就是学 释放三世一切佛 因为佛佛道统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为什么要这样讲 有人说 那我们在输婆世界 借我们跟着释迦摩尼佛 本师释迦摩尼佛 要跟着释迦摩尼佛学才对 怎么跟着阿弥陀佛学呢 那你读《华严经》 你说普贤心愿品 是叫我们跟着 毗路遮那佛学 所以呢 那我们为什么要跟着 阿弥陀佛学 所以老师上要特别讲这个 学阿弥陀佛 就是学十方三世佛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而且释迦摩尼佛 在净土三经里面 劝我们要往生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学 我们也是遵照 本师释迦摩尼佛的教诲 真的就求愿往生 去跟阿弥陀佛学 是这样啊 所以呢 心安理得 没有怀疑 没有忧虑 以真诚恭敬心来学习 跟着阿弥陀佛学 所以老师上在解释这一段 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反而呢 就是跟着阿弥陀佛来学 以这个为重点 那如果慧训长老 他在这个 这个行愿评讲录 把他简称讲录 就是普贤行愿评讲录 他的开示呢 这个重点就不太一样 他先解释一样了 普贤十大行愿 后三课都是回向 第八常随佛学 是回应向果 第九横顺众生 是回至向他 所以八跟九 都属于别意 第十普皆回向是总义 既然总义就含三种回向 都在里面 所以前二院说的很详细 祭诵 后面的重诵 到了第七院截止呢 就变说回向祭 可见八九两院 出自回向 所以你看惠信长老师 把那个别形书操的 那个意思啊 用比较白话 把它讲出来在这里 所以我们常随佛学 在行愿品里面的经文 是从因到过 所修的行 所经历的事情 我们都跟着 说婆世界 毗如真那佛 经文这样写 说婆世界 毗如真那佛 你不会觉得奇怪吗 说婆世界 应该是释迦牟尼佛 如果毗如真那佛 应该是华藏世界 可是行愿品里面 竟然写的是 说婆世界 毗如真那佛 所以这个地方呢 惠信长老先没有 把他讲出这个差别 只是告诉你 我们跟着毗如真那佛学 是从因到过 包括释迦牟尼佛 所示现的菩萨行 我们也都跟着他学 不佛后成 依依随学 所以经文写的 剥皮为止 膝骨为笔 这个我们现在学得到吗 非我等所能为 虽然现在做不到 但是佛义仁成 也可以由浅入身 慢慢学 尝随习之 慢慢的往上学习 那么下面呢 惠信长老他把重点放在 那么高的 剥皮为止 西骨为笔 我们学不到 但是呢 佛有平常的一些表现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因为呢 惠信长老他很重视戒律 所以他里面引用了一些戒律的东西 我把这里面他所引用的故事 稍微讲一下 第一 他说说一切有不 律 有不律 杂事篇 说一切有不律的杂事篇里面讲 第一个 佛亲自扫地 总共举了六件事情 第一个呢 佛在社会国 其处几孤独眼 看到呢 这个落叶满地 他总觉得呢 在金色里面呢 要保持干净 他就自己扫板拿起来 打扫落叶 那 大弟子 社利弗 穆坚连 这些弟子一看到 哇 释迦牟尼佛亲自动手 我们怎么好意思呢 我们也来动手 一起动手 所以有的有工具 有的没有工具 没有工具 有的用手剪 所以整个僧团呢 大家一起扫地 三两下子 整个七处几孤独眼 落叶 请你来干干净净的 佛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 然后开始呢 集合大家 开始要上课嘛 所以呢 就在讲堂 就开始说 扫地有五种功德 这个佛爷真的是有智慧 扫地有五种功德 第一 令心地清净 第二 令他心清净 第一个是让自己的心地清净 第二个是让众生的心地清净 第三个 诸天欢喜 第四个 执端正夜音 种植那个端正的夜音 就是你把地扫干干净净净 将来长得很好看 端正 你让环境很好看 所以你将来也能够很好看 第五个 将来可以升天 可以升天的果报 所以呢 慧信长老说 可见佛不是只有坐着让人家拜 不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那个领导者 这样子 佛都没有这种价值 他连扫地都亲自来 所以我们要跟佛这样学 平常很多事情我们也要做 曾经 我刚开始呢 是曾经担任过执行长 那后来呢 就让我们朱执行长担任 那个工作太累了 责任太大了 所以我赶快逃 我心里是这样 我是不太愿意 负那么重的责任那么久 然后呢 这个我们朱执行长呢 看起来呢 非常的 人是很诚恳的 那值得付与重任呢 我就跟董事会就说 就让朱执行长做吧 那我就去做法务组长的工作 法务组长就要负责贴那一些课程公告 有一次我在那边贴课程公告 我们廖老师说 这个软学长 你怎么也在做这种工作 这是法务组长的工作 有什么好压抑的 他以为我们曾经做过CEO 也曾经是在台上讲课的老师 没有啊 这个工作是哪一个职位要做的 我们就要去做啊 这有什么 有什么觉得好像我很委屈 这样不会啊 而且呢 我内心在想 我现在每一次贴公告 人家就知道要来上课 等于呢 我也是呢 这个让大家能够来学佛 有了这个机缘 对我而言我也在修福德呢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贴 我慢一点贴 少一点人知道 那这是我的过失 那我现在早一点贴 让多一点人知道来上课 那我福报不是增加很多吗 怎么会很委屈呢 不会啊 对不对 你想通了就好 你把它想成那样 但你就觉得很委屈 没有必要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你看这边写的 佛亲自草地 第二 佛亲自看顾生病比丘 生团那么多人 干嘛佛要去看病呢 所以呢 这佛在世的时候啊 当时候 除了王色成 灵灸山外 那么佛待在 那个齐处己 孤独园最久 那依佛自己制定的戒律呢 一定要去脱波 所以佛也跟大众一样 如果没有接受 这些国王大臣去供养 他平常也是要跟大家 一起去脱波 佛也没有例外 而且呢 他算是呢 整个生团的这个 这个是最高的领导者嘛 所以他还要五天 要去寻聊 那是我们灰心长老 这样写的 要五天寻聊一次 看看这些生团的弟子啊 生活作息有没有正常 道业有没有精进 有一天呢 他寻聊寻聊 听到那个房间 最后的房间 有那种生病在那边 啊 这样生吟声 好像很痛苦的声音这样 所以佛一听到呢 就去看一下 就看到有一个比丘 握病在床 而且呢 不小心吐还是排泄物 整个房子脏脏的 床上脏脏的 大概呢 就是呢 病得比较重 没有办法 旁边不是一直都有人照顾嘛 所以呢 这个福就问他这个 然后呢 那个比丘 我生病的比丘就回答 佛陀说 不是人家没有照顾我啦 是我平常都不关心 这个同修 道友 平常比较少关心别人 现在我生病了 人家也比较少关心我 人家也不太愿意来 更何况呢 我常常会有产生这些脏的东西 人家也不太愿意来处理 那佛一听 就生起悲悯心 就把阿难叫来 把阿难叫来 两个人一起抬到那个井边 亲自咬水出来 帮他洗澡 帮他洗一洗 然后把房间也打扫一下 特别叫阿难去拿食物 亲自喂 喂这个比丘 那做人这些动作 当然其他的弟子就会看到 回来看到佛陀 做这种动作 就很惭愧 佛马上就跟他开示 佛就开示 八福田 八种福田里面 看病福田第一 而且呢 这个我们灰心长老写的 师兄弟就本来要互相互持 他用的很白话 等于师兄弟之间 平常都要多照顾 彼此照顾 所以呢 这个你看佛亲自照顾这种生病的比丘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呢 课本写的 不舍穿针之服 什么意思呢 一样有一个老比丘 年龄老了 老花眼 那么我在想应该不是只有老花眼 应该也有近视 所以老花眼应该呢 这个还可以穿针 反而呢还可以 现在呢是眼睛不行了 所以呢 所以呢那个 要自己的衣服 要自己补啊 比丘都要自己补衣服 眼睛不行 所以呢 真穿不过去 然后呢 也一样跟前面那个生病的一样 在那边感叹 哎呀 这老是什么人的 能帮他倒三天 没人帮他倒三天 谁愿意修服 帮我穿针一下 刚好佛陀走过去 他在叹息讲这话的时候 刚好佛陀走过去说 哦 谁愿意修服 我愿意 来来来 我帮你穿 哦 所以可见呢 我们释迦牟尼佛 虽然视线老 八十岁 但是呢 他没有视线眼睛不行 还可以穿针 所以呢 那个老比丘就说 哎呀 佛是这么尊贵啊 福会圆满啊 你为什么还需要修服呢 佛就回答说 我不嫌福多啊 这个故事呢 是在真一阿罕经 真的有这个故事 所以成佛了 还不嫌福多 我们更何况是凡福 所以佛 第三件事情是这个 第四件事情 亲自为阿那律陀 才治医服 什么意思 阿那律陀不就是佛的堂弟吗 然后因为上课常常打瞌睡 被佛一骂 就很精进的修行 弄到眼睛瞎掉 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太精进了 眼睛瞎掉了之后 那怎么办呢 衣服就没有办法自己缝补啊 佛知道这个情形 然后呢 就帮他缝 佛也做这个动作 第五个 亲自整修常住物 这个是十诵律里面 四分律十诵律 十诵律里面讲的 是佛在阿罗皮国的金色 这比较少听过 总之是一个金色 看到那个门啊 进出金色的门 金色的门 进出了那个门 损毁 所以呢 要关要开 不容易了 所以呢 佛一看 佛也懂了 自己去找木材 自己在那边聚一聚 然后钉钉钉 钉上去 在律典里面 也讲到 佛也做这种动作 佛真的是一切智人 连木工他也懂 太厉害了 第六件事情 如来自治 似同凡法 自治是什么 就是呢 七月十五 生自治日 那一天 所以比丘节下安居嘛 四月十六开始 到七月十五 三个月 所以七月十五是 节下日 生自治日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呢 你有看到 这个同学 有犯戒的 可以举出来 然后你要当众忏悔 被举出来了 当作忏悔 那佛就自己 做一个典范 做一个开头 他说呢 他就对大众 生团讲 请问各位 我这三个月来 我有没有犯什么过失 有没有 对不起大家的地方 我身口一三夜 哪里有过失 请大家 把他公布出来 把他说出来 我的身口一三夜 有没有 回望戒律的地方 有没有影响 众人的地方 佛自己做代表 那佛人格圆满 那戒律当然清净 怎么会有缺犯呢 但是佛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做一个领头羊 示范的动作 连佛都自己 要求呢 这个大家的检举 他有没有犯戒的地方 更何况其他的 这些大罗汉就不敢 不敢 自是以为借了很高 就不做 所以 这个慧姓长老呢 就举着六件事情 来说明什么呢 佛注释在人间的时候 也视线同凡夫 他说佛不是三头六倍的神 是究竟圆满成就人格的完人 他为什么这样写 也就是太区大师有这段话 大哉为佛陀 完成在人格 人成及佛成 事明真现实 太区大师所强调的就是呢 人间佛陀 人间佛教 但是呢 他的理念 有继承者 但是呢 他的理念不完全像现在 佛光三星云大师的理念 也是跟随着 太区大师 这个佛光三的理念 跟着太区大师的人间佛教 但是呢 太区大师的人间佛像呢 他类似像这样子 人成及佛成 所以 太区大师当时候呢 他知道 整个世界佛教 到了现在来 一定要互相融合 他很早就派出他的弟子啊 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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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 南传佛教这边学 也派弟子去西藏 去学藏传佛教 所以 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藏传佛教 学回来的就是 法尊法师 大勇法师 就翻译那个 普利道次第广论 普利道次第略论的 那两位法师 然后呢 这个 南传这边呢 也有很多弟子回来 那太区大师 当时候就是希望 整个世界佛教三大系 到最后 我们在中国 把他做一个融合 所以 你去看太区大师全集 你就发现 他真的是一个菩萨在来 他那种大愿 以及他的那种学养 虽然很多 中国传统佛教的法师 不能够认同 尤其 现在的佛学院制度 是太区大师奠定下来的 可是呢 中国传统的佛教 不太能够认同 这种佛学院的那种制度 但是太区大师 那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将来的佛学教育 一定要能够跟世间做融合 所以 他的人成及佛成 是这个角度 是这个角度 而不是走在那个山林里面的 那种 完全是离世的那种 那种佛教教育 不是 要能够走入世间的 这种佛教教育 好 所以我们会信长老呢 也多多少少 也受到这样的影响 他讲常随佛学 就是随着佛 在世间 世现 人间佛陀 那这种 我们也要跟他学 他从这个角度 去讲 常随佛学 所以你看两位 两位大师 金空老上 跟会信长老 他在讲常随佛学的时候 不同的重点 但是我觉得都各有特色 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特别把这个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常随佛学 有不同的角度 他们再来解释课本的那第一句 一同等一切佛回向 请参考讲义这边 《悲行书超》里面 他讲啊 常随佛学者为托佛 什么这个字 我们刚刚念过了 所以重点就在这句话 物质身心定向 不要把我们的身心呢 就决定石油 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是凡夫就是凡夫 好像不可能转变 不 一切都是空性缘起 缘起性空 所以我们如果目标摆在 我要跟佛学 从佛因上是怎么学 成佛以后有什么功德 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是怎么做的 怎么修的 我们通通把他拿来做学习 这时候就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所以他用词是说 把这些佛的事情 以为所缘之尽 我们内心所想的 而不是把世间的那些五一六成 当成是我们学习的 不是 把佛的事情 当作我们内心所缘之尽 然后引得心智 我们用心 用智慧去学佛的这些种种的事情 那什么叫做引得心智 随佛去学呢 以观智 用智慧观照 把自己的身心 用智慧观照去学佛的因 学佛的行 让我们的身心 藏在佛的这种境界里面 因为身心本来就是缘起信空 所以只要我们把心 通通放在佛这边 而不是放在千滩 称慧六成五欲颠倒的境界 我们就可以转变 而且我们这样子转变 内心所缘的 有这样的转变 有什么好处 你看 若令佛所立的苦行境 常常是内心自己所要观察的 我们内心所观察 都是佛的那些苦行 这时候遇到这些苦事 就趁本愿而无愿脑 本来修行就跟佛一样 释迦牟尼佛过去 在行不上到的时候 也常常面对这些苦事 所以我要跟着释迦牟尼佛这样学 我面临这些苦事的时候 我就不会生愿脑 因为我本来就想要训练自己 能够突破 碰到苦行难行的时候 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 因为我要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所以碰到这些苦事 我就没有愿脑 碰到这些 以前觉得很热的事情 我就不会去执着他 自无当然 就是不会去执着他 果报来了就来了 不会太执着他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可以不执着呢 非是常识心观 不是你平常用心的地方 不是你平常用心去观察的地方 因为那个热不是我常常观的 我常常观的是 像释迦牟尼佛面对这些苦 苦行难行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去面对 怎么样去克服的 怎么去做到的 所以平常不去想那些热的 他的文字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 智者好好去想一想 勉励自己 现在可能做不到 勉励自己 要努力的去修学 免沾而学 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把学习的模范 当作 是我们想要成就的那种人 所以面对这些苦 你就不会觉得难过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等一切佛回向 这个 这个是十种回向里面的 第三回向 所以他说写了 一同等一切佛回向者 十回向中的第三回向 那么这个 十回向下面那个小字 倒数第五行那个小字 我把那个十个回向的名词 列出来 第一个就是 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向 第二个是不坏 第三个 等一切佛回向 第四个 治一切处 第五个 无尽功德杖 第六个 随顺平等善根 第七个 随顺等官一切众生 第八 真如向 第九 无父无佐解脱 第十 法界无量回向 十个回向 名词列出来 供参考 所以第三个 就是等一切佛回向 你说那 修到这个 位次的菩萨 第三回向 位的菩萨 它是怎么一个情形 这个呢 就是如同这边写的 此菩萨 等诸佛回向 这个菩萨 学过去 未来 现在 一切诸佛回向 平常 贱好物色 好色就是喜欢 物色就是 讨厌的境界 不管碰到 好的境界 或者是碰到 讨厌的境界 心无真爱 诸根 清净 此得如是 回向 诸佛 就跟 诸佛用的 清净心 一样 面对这些境界 它能够维持 平等的 清净心 所以跟 佛一样 跟一切诸佛 平等平等 都是用 清净心 所以 所以这个 华言经书超 下面就写的 学三四佛 所作回向 所以叫做 等诸佛 通能回 所回 能回的是 清净心 所回的是 要成就 无上正能 菩提 通通跟佛 一样 细节等佛 所以 华言经和论 告诉我们说 这个第三回向的菩萨 主要修什么 忍波罗密 在一切境界里面 能够有这种 深忍 法忍 平等忍 是修这种 忍波罗密 所以好的境界 喜欢的境界 也不起贪心 厌恶的境界 也不起诚心 都保持 清净的 平等心 这是第三回向 所以 强调 常随诸佛 就是要学佛 用这种 清净心 平等心 好 底下呢 我们看到 经文 看回经文 十七页 最后三行 经文一开始说 我们怎么样跟佛学 如此 就像这个 娑婆世界 毗如这那如来 奇怪 为什么娑婆世界 不是释迦如来 所以 十八页的第二行 他的注解 他说 此举本师之 因形 讲的是 娑婆世界 的本师 所以这个本师 是什么 根本的老师 请各位看 《参考讲义》第四页 根本之教师 本源导师 本从师 这个名词很文言 总之就是 根本的老师 一般都用于称呼 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俗称的 教主 本主 本佛一样 所以我们在 说破世界 我们的本师 就是释迦牟尼佛 如果你有听到 他说 我们的本师是 大致在王佛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不是 说破世界的人 他不晓得从哪里来的 在说破世界的本师 只能够是 释迦牟尼佛 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是 本师是 毕罗哲纳佛 可以 待会我们要解释 就是这个 那你说 那我的本师 可不可以是 阿弥陀佛 可以 为什么可以 你是极乐世界的人 不是 我不是从极乐世界来的 但是我们要 去极乐世界 所以我也可以称 我将来的本师 就是阿弥陀佛 有人说 没有 我跟观世音菩萨 比较有缘 我可不可以称 我的本师 是观世音菩萨 我通常都是这样讲 一个 说破世界 一个世界 世界的教主 就是我们的本师 所以如果你要往生 到极乐世界去 本师可以是 阿弥陀佛 那观世音菩萨 跟我比较有缘 你称他为本尊 本师是阿弥陀佛 本尊是观世音菩萨 这样也可以 同样都在极乐世界 你怎么称本师 是观世音菩萨 不合乎这样子的定义 所以下面我们举的 就是净空老儿上 自己讲的 而且这一段 如果你常常 有接触网路的人 你就发现原来 我们净空老儿上 曾经见过 就在这里 你看 他说我第一拜 通常他拜三拜 第一拜是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第二拜是 拿摩本师阿弥陀佛 第三拜是 拿摩本师皮卢遮纳佛 他几十年来 都是这样养成习惯 他后面有说明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三个都是本师 本师释迦牟尼佛没问题 我们修净土的 所以称阿弥陀佛是本师 脑子上本身是学华言的 所以称皮卢尼佛是本师 另外一个说法 他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环境之下 他说 为什么这么办 释迦佛是应生佛 阿弥陀佛是报生佛 皮卢尼佛是法生佛 三生一体 三生一体 所以通通叫做本师 他是从这个观点 去解释 三位都是本师 前面是从 这个修净土修华言 是这个角度 然后刚刚说的 他曾经见过佛 就是 就是这三尊都 都见到 然后后来呢 就念了一生 拿摩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现前 所以 你要知道 是什么情形 你去用这些关键字 第一拜 第二拜 第三拜 这些关键字去搜寻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 那么底下呢 就是把这个经文的科判 做一个交代 参考讲义的这个 正式形象 就是把这个经文 做个交代 你看 首先呢 这个是初学本师 从这个 如此说博世界 毕罗真那如来开始 然后 下面一段 后立一切 是什么意思呢 请你参考课本十八页 最后一行 他不是写着 此立学一切吗 所以这个就是 如今世尊毕罗真那 如是进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刹 所有的如来 我也随学 所以上面是学本师 后面是一切如来 我都学 这样是前后两段 然后学本师这边呢 你一方面对照 课本一方面对照 参考讲义的科判 学本师这边 再分成前后两段 先出名所学 后变能学 能学的就是我 所以你看十八页课本 倒数第四行 如是上来 名学本师也 如是一切 我接谁学 所以谁是能学 我 我是能学 我都要去学 我接谁学 所以那一句 后变能学就是 我 我接谁学 好 那么所学的本师呢 分成 参考讲义的科判 阴行跟果用 阴行跟果用 所以十七页的最后三行 这边就是阴行 然后呢 十八页中间这个五行的经文 就是果用 十八页中间这五行的经文 就是果用 所以呢 阴行里面 你看这个科判 首先所学本师就是 说婆世界毗如遮那如来 然后后所学法行 所学法行就是 从初发心开始 我们要跟他学的内容 就这些 所以你看科判里面 再把它分成三类 第一个 一发心 精进不退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 内外才施 就是呢 以不可说不可说 生命而为不施 包括呢 整个身体下去书写经典 包括呢 不惜生命舍亡未成义 那个就是外财 这个剥皮为止 西骨为比 那个是内财 所以内财外财 都拿来布施 最后一句话 急于种种难行苦行 科判里面的第三类 难行苦行 所以阴行里面 就分成这三段 发心精进 内外财食 难行苦行 那果用呢 翻到课本十八页这边后 果用再分成前后两段 初 成道 立身 就是树下 成大菩提开始 后 归真 义务 归真 义务就是整段经文的最后 乃至 四线 入于涅槃 那就是归真 归真义务 就是入涅槃 所以成道立身这边 先讲成道 树下成大菩提 然后接着讲神通 你看 四种种神通 起种种变化 现种种的佛身 所以这些变化现身 就是科判里面讲的变化 然后第四个 楚众会 楚在这种 这个诸大菩萨 声闻辟知佛 转轮圣王 岔地婆罗门 乃至呢 天龙八部这些众会 楚众会就好几句 最后一段 圆阴普批 就是以圆满阴 如大雷震 随其要欲成熟众生 所以原则上呢 这个科判呢 是稍微把它分段 让各位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可以知道说 段落是怎么样分 总之呢 就是呢 要学佛的因形跟果用 因形就还没有成佛 果用就是成佛以后 都要跟佛来学习 所以呢 这边就透过科判 把经文 大概就做这样子的解释了 现在回来 刚刚说了 娑婆世界本身应该是 释迦摩尼佛 怎么会是毗卢浙那佛 我们先认识一下 娑婆世界 就是课本的十八页的第二行 他说娑婆世界 是华藏世界 最中香水海 二十重中的 第十三重 特别讲的 娑婆世界就是 就在这种 晦土里面 众生可以照观修习 佛本不离晦土修正 所以略举娑婆 但是所归之佛 必须称时 缘见 所以举光明片照的 毗卢浙那 光明片照就是 毗卢浙那 所以意思就是说 娑婆世界 我们众生就在这里 所以没有离开 娑婆世界 众生的这个环境 可以去照观修习 但是佛也一样 佛没有离开 娑婆世界 但是呢 我们要观 就要从 娑婆世界 毗卢 这个释迦摩尼 看到 华藏世界的 毗卢浙那 他的意思是这样 有点复杂 所以他把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从 娑婆世界 看到华藏世界的 毗卢浙那 那么利用快要结束 今天快要课程结束的时候 介绍一下这个 请参考讲义 娑婆世界 娑婆 有人说 可不可以念沙婆 你看那个梵文 是不是可以 可以呢 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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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喝 甚至你看 古时候还翻成 沙喝 所以不一定要念 娑婆 也可以念沙婆 沙喝 所喝 都可以 义音的问题而已 意思中文呢 忍 堪忍 能忍 忍土 所以 娑婆世界 什么 那个就是世界的意思 前面那个是 娑婆 就是 释迦摩尼 要来利益众生的时候 到了这个世界来 也要呢 堪受 诸苦恼 表示呢 愿意到我们 苏婆世界来 行不杀到的菩萨 既慈悲 又没有 害怕受苦 另外 另外也翻译 娑婆呢 叫做 杂恶 杂慧 因为 娑婆世界呢 是 三恶 五趣 这些种种的众生 杂慧之所 本来在印度呢 讲娑婆 是讲的是 炎福提 就是人世间的 炎福提 后来呢 才把整个变成是 释迦牟尼佛的 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 实际上呢 三千大千世界 总共有 百亿个虚弥山 百亿个炎福提 但是整个 娑婆世界 都是释迦牟尼佛 教化的区域 那么下面这四张图 第五页跟第六页 这四张图 第五页的这两个图啊 一样 只是呢 一个字 比较明显 一个字 那么小 写了密密麻麻的 不明显 但是呢 右边那个图啊 整个这个世界 总是在这个 这个海里面 那画得比较清楚 左边那个呢 海呢 画得不清不楚 好像一个小水塘一样 右边那个是 比较有海的那种样子 那那个海呢 左边那个图呢 是无边妙花光香水海 那个海的名称 看得很清楚 然后呢 中间这个 香水海的中间 有一个莲花 叫做一切香 摩尼王 庄严莲花 也字很清楚 右边那个莲花呢 写得不清不楚的 大概香水海 不清楚 然后那个莲花下面 右边那个 莲花下面 有三个字 垒香床 有没有 很小 很不好看 但是呢 有一个床 就是那个莲花下面 好像有一个柱子一样 所以莲花是在 那个垒香床的上面 然后呢 右边那个呢 最左 最右边下面 跟最左边下面 都还有写个空轮 上面还有个风轮 也就是说 这个香水海 还在空轮 还在风轮的上面 起码这个图 有表现出来 左边那个就没有 所以左边的好处呢 就是中间 莲花里面 有个世界种 这个世界种的名称呢 很清楚看到 普照十方 次然保光明 这个世界种的名称 很清楚 那为什么叫世界种呢 就是中间有二十层 二十层 第一层叫做最圣光世界 里面的佛叫做离构灯佛 那个文字起码都看得到 与此类推 算到最上面的十三层 说婆世界 毗如周那佛 还写个极乐世界 同一层 他的意思是这样 同一层 极乐世界 说婆世界 同一层 什么意思呢 举一个说明 最下面的最圣光世界 离构灯佛 有一个佛刹 极为尘数的 三千大千世界 也就是说 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碎为为尘 那么多的数量的 三千大千世界 在第一层 第二层 以此类推 两个三千大千世界 碎为为尘 有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 是这个意思 所以第十三层就是有 十三个大千世界 碎为为尘 的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 里面有了 我们比较熟悉的 说婆世界 跟极乐世界 是这个意思 所以到上面第二十层 就有二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碎为为尘 那么多数量的三千大千世界 这样子 这样从第一层到第二十层 整个合起来 这样叫做世界 总 时间过了 但是呢 一定要把这个图先交代 免得下礼拜还继续 第六页 第六页呢 就是呢 前面那个世界 总 第六页的左边 那个图 中间那个呢 无边庙 花 光 香水 海 就是呢 前面那个 那个世界 总 所在的地方 然后呢 前后 左右 上下 有十个世界 总 各有 不同的名称 把它列举 出来 然后右边那个图 最中间的那一个 就是左边那个 无边庙 花 光香 水 海 最中间那个 旁边围绕的很多 然后写了一些字 就是左边那个图 所以等于 右边 最中间那一圈 放大就是左边 然后 再从这中间的这一圈 往外扩散出去 一直到呢 整个到外面 这样子 这样叫做 华藏世界海 所以 华严经 要讲的世界 案例图 强调的是这个 那个小单位 那个小世界 随顺的印度人的观念 讲一讲而已 佛要交代的是这一种 你说这一种 我们现在的科学 科学望远镜 能看到吗 看不到 好 所以就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可以演电影 好 今天到这里 我会先玩 我会看不到 这一种 我会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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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种 那一种